媳妇最大的噩梦 婆婆来了 你现在把你的婆婆 当作你最大的客户 就是好 12月8日 中天娱乐台 婆婆来了 在竞选扫街拜票的时候呢 难免有狭路相逢的尴尬场面 那么今天这个场面出现在宜兰 谢长廷来到这里的热情站台 她所碰上的正是她的死对头 吴敦义的太太蔡令仪 两个人同一天 在同一个地区拜票 场面尴尬而微妙 我滴热情 我滴的热情 五位寒冬 前行政院院长谢长廷 来到宜兰为同党立委站台 沿街拜票 站上拜票车在街头穿梭 和宜兰相亲拔钢筋 但是谈到汇选买票相当敏感 选举选到这样 只靠恐吓跟汇选 这个是错误的 大选最后冲刺 蓝绿各自请出重量级人物拜票 同选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 吴敦义的太太蔡令仪 同一天也到宜兰来拜票 天气还蛮不错的 希望明天是这个天气 大家能够有可以出来投票 吴敦义和谢长廷 从市长选举到担任院长备巡 两人总是在不同议题上互动 吴敦义虽然没到 太太蔡令仪来站台 和谢长廷在宜兰选区下路相逢 不仅抢总统票 更要抢立委席次 蓝绿双方家族玛丽 请来谢长廷和吴敦义太太蔡令仪 此对头同一天出现宜兰 意外成为选战焦点 这位是林医生林文廷宜兰采访不得 你认评 我也认评